大家在主里平安,感谢赞美族,今天是星期一,5月27号,我们感谢赞美族有一天接近要回家,好,我们现在就赶紧进入,大家要记得每一天,不只是每一天,我们要永远的感恩,我们要永远的爱神,爱人,我们要永远的牵着主耶稣的手,我们永远要走正义路,永远要陪伴着我们的上帝,我们天父天子圣灵, OK,帮助主耶稣到永远,到永恒,那我们就等候着主耶稣来接我们回,感谢赞美族,要记得每一天都要仰望神,远远的仰望神,其实不只在这个世界,去了另外一端,我们还是心,心还是一直在想着我们的上帝,不要把上帝,不可以说到了那一端就忘记了上帝的美意,上帝对我们的心,对我们的爱, 当然我们到另外一端,每一个人都是正义人,每一个人都是神圣人,我们都会往往都讲来讲去都是提起上帝的,都很爱上帝的,所以到另外一端的话,我们就不用当心了,感谢赞美族,为什么呢?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上帝,上帝与我们同住同在,我们的主耶稣时时刻刻都可以看到他,感谢赞美族,也可以看到阿爸父,有一次看到一项,就是好像毕丢这样,阿爸父来拜访我,拜访我,然后赶紧跑过来就跪下去,感谢赞美族, 真的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一个画面,所以当然主耶稣是随时随刻你一想祂,祂就来到你面前,或者你不想祂的时候,祂也来到你面前,就跟你说孩子,爸爸,就讲如果主耶稣的话,就讲孩子,或者是我的新娘, 我的普,也不会叫你普人,就我的恩友,就跟祂一起去游山王水,感谢赞美族,你说神会不会跟我们一起游山王水的,我相信我会的,OK,感谢赞美族,也一起跟我们一起同仓,一起吃饭,当然我相信,根据我所知道,上帝吃的东西跟我们有一点点不一样,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感谢赞美族, 好,今天的李明智良就是弟弟华强,昨天先过来的,那就是在,那昨天也是东方的27号,就是在2 Samuel,就是撒母耳下第9章第13节,里面讲说,其实我很多圣字在这一篇,很多名字在圣字, 我就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讲了,就是Jonathan,他有一个儿子,他是一个,一个儿子,他是长废的,那就讲他的儿子,就Mephibosheth,OK,他就住在耶路撒人,因为他常常到王,就是大卫王跟他同仓,一起吃饭,OK, 虽然他的两只脚,一双脚,OK,一双脚,两只脚,是不能够走路的,OK,感谢赞美族,那我就讲这个故事,就是说,这个Jonathan啊,跟那个大卫王,大卫王还没有做完的时候, 其实这个Jonathan就是大卫王的第一个妻子,OK,第一个妻子的哥哥还是弟弟,就是brother,那大卫王的第一个妻子的月, 对不起,就是他的岳父,就是King Saul,King Saul他是以色列第一个妻子,之前他们选择那个judge,OK, 英语翻译前华语真的很糟糕,OK,就judge,judge是审判的,OK,就是神准备着这些新知们作为管理的,就是judge, 那因为以色列人要一个娃嘛,所以上帝就给他们一个娃,一位娃名叫Saw, Saw呢,她的女儿就是大卫王的第一个太太,然后生了两个孩子,如果没错,有没有女儿,我就忘记了, 因为我没有去做这些功课,对不起啊,然后呢,这个King Saul,因为到最后,他走歪了, 他要跟大卫王,因为大卫王很出名啊,神很照顾这位大卫王, 因为他是一位善良的王,而且是喜悦神的啊,所以这个King Saul就慢慢向后退, 他就一直啊,就跟这个大卫,那时候还没有做完,就跟他相争, 其实那时候,渐渐大卫就成为大卫王啊,就在争, 这俩,当时在当中呢,之前,然后当中呢,这位King Saul的一个儿子, 就是Jonathan,就是大卫王的第一个妻子的brother啊, 跟大卫王非常的好,OK,非常的好,就好像弟兄这样,不只是比弟兄更好啊, 其实在现代的人啊,他们在讲,他们是同学那样,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一个人,他在圣经里面讲的,昨天我们不是有读过一个人啊, 最大的爱就是为朋友,为另外一个人牺牲了自己,那是最大的爱啊, 好,讲到这边,这个Jonathan跟King David大卫王,是非常好的朋友, 其实这个King Saul,就是King Saul,他接下来应该是他的儿子, 就是Jonathan做完,但是Jonathan没有,他让他,可以讲他让他的王位, 接下来的王位继续这个King Saul的位置,让给这个King David, 他不跟这个King David大卫王争,OK,而且他继续跟大卫王非常非常的好, 保护着大卫王,然后在上升中,这位Jonathan他就去世了, 但是后来这个,他的父亲就是King Saul,他也自杀死掉了, 所以整个家族就变成完蛋了,但是呢,到最后King David, 他真正的做一个荣耀的一位王,他记得,他有一个朋友Jonathan,OK, 他的家族,OK,他的家族,他的家人,所以他就找人家去找, 这位Jonathan他们有没有下大,有没有家里,还有其他人还活着的, 当然他们找到有一位啦,但是他是长废,是两只脚不能够走路的, 那大卫王就叫别人去找到这个, 这个就是照顾这个Jonathan的儿子,长废的儿子的一个,可以讲加固啦,叫他来, 然后大卫王跟他讲说,他邀请这一个家族Zika,这一家人来照顾这个Jonathan的长废的儿子, 然后呢,他就给,大卫王就给这个Zika,整家人给, 那他们以前是King Saul的地盘,就是他的产业,从不还给, 还给,还给他这个Jonathan的儿子,这个长废的儿子, 就然后就叫这个Zika,他整家人, 儿子女们跟着他还有他的仆人一起呢,在耕田做农, 做,这样做农夫吧,耕田, 然后来,就是他的,这个产业就是出产都是属于这个Jonathan的儿子, 所以,当时这个Zika就成为一个manager这样, 来照顾,跟他的家族来照顾这个Jonathan的长废的儿子, 好,然后呢,这个王就继续没,常常就邀请了这个Jonathan的长废的儿子来跟他同仓, 结果读到这一篇的话,就使我想起大卫王非常有爱心, 他远远记得他的恩友,他不会把, 虽然这位恩友的父亲跟他有仇, 或者是大卫王的第一个妻子, 后来他们没有了,没有一起了, 因为大卫王又娶了另外一个老婆, OK,这是大错特错的,非常非常的错, 是他,所以,他为什么之后呢, 就一直常常在主的面前哭泣着, 知道自己的卑微, 知道自己,自己真的就好像一只狗这样, 虽然已经做了王, 但是他呢,真的不配做王, 他真的不配, 作为上帝喜爱的儿子啊, 可以这样, 或者是喜爱的一位一个人啊, 可以这样讲, 好,那接下来, 对不起啊, 这些旧约的故事, 真的很难去回味这些, 去讲到他们的故事, 因为我不是常常讲到这些故事的, 然后呢, 这个, 这边讲到, 这边李明自然就是讲到说, 我们的善地, 就好像大卫王这样, 他看到这个常费Jonathan的儿子, 因为他看, 想到这个他的恩友Jonathan, 就好像我们的上帝看到我们的时候, 他就想到他的爱子, 他的爱子主耶稣为我们的罪, 而非利在十字架上, 为了我们而牺牲了他的生命, 但是当然, 罪死亡不能够捆绑他, 他第三天就复活了, 所以他之后就长成一切了, 因为天父能够信任他, 能够信任他, 他因为就像昨天讲到, 主耶稣他前天讲, 主耶稣背着这个十字架, 他非常艰苦, 很痛苦就是说, 他要阴导要死掉了, 他还是因为空气, 还是爬起来背着这个十字架, 我觉得这个是最痛苦的事, 因为当一个人很脾肩, 很累很累, 你很想好好的睡觉, 你很想就这样走开了, 但是又不能够, 他还是要爬起来, 还是要爬起来, 抬起这个十字架, 一定要走完这一条道路, 辛苦的道路, 追口气还是要到, 他也不可以死掉在帮路上, 不能够, 他一定要死在十字架上, 那是最痛苦的, 给我觉得很痛苦, 不只是这样, 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没有自由, 手脚都钉着, 所以那个是很, 你可以想象到, 人的手脚被钉不能够动的时候, 是很酸痛的那一种, 酸痛是很痛的那一种, 我最讨厌就是这种, 就是酸痛, 你就不能够动, 然后又酸又痛又不能够动, 真的很气场, 就好像生孩子一样, 好, 那接下来就讲到, 所以阿爸父就看到他的儿子, 所以看到我们就看到他的儿子, 想到他的儿子所付出的贡献, 所付出的, 当然他就怎样讲, 就是以便我们能够, 跟我上帝一起吃饭同做, 一起同做是因为主耶稣拿掉我们的罪, 在上帝的眼里我们是没有罪, 我们没有罪是因为主耶稣的缘故, 感谢赞美, 所以我们要有感恩的心, 要像大卫王一样, 要有感恩的心, 不管哪一个人对我们有做, 对我们有曾经帮助过我们, 或者是还是继续帮助我们的, 我们不可以说那个人理所当然, 他应该这样做, 他应该什么都他应该, 不行的, 就算是一个仆人跟我们上做工, 我们也要感谢这位仆人, 对不对, 如果我们每一个月有别人给我们, 因为我们生活上有问题, 人家给我们钱每一个月来帮助我们, 每一个月或者是往往帮助我们, 我们也要感恩啊, 不能够说, 因为他带祝福了, 他应该理所当然给我啊, 我是一位穷人啊, 我应该从他那边得到益处, 不行的, 不行的, 上帝是不许业这样的人, 我们应该要保持一个感恩的心, 感恩的心要知道说, 这些虽然这些钱不是, 不是那个人给你的人, 这个钱是上帝给的钱, 上是要记得, 上帝派这位仆人, 他供给这位仆人, 这个仆人要跟上帝合作, 这个钱才能够到有需要的, 假如我啦, 我是每个月有收到别人给我的钱来过生活, 那我很感恩, 因为怎样, 虽然那个钱是上帝的钱, OK, 但是因为上帝用了这个仆人, 而且这个仆人也要去做工, OK, 也要去做工, 他有这一份钱, 这个钱是上帝的钱, 没有上帝给这个人一口气的话, 每一天能够生活下去, 他就不能够赚到这笔钱, 所以给钱当中呢, 一部分给我的话, 我一定要感恩, 所以大家在日常生活上, 一定要感恩, 其实呢, 我是早上有一件事情, 我就想起, 想起我们不可以认为, 别人是理所当然应该帮助我们, 应该给我们, 应该给我们利益, 应该这样, 应该那样不行的, OK, 早上就已经到我的脑海中, 当然, 我这样, 之后呢, 刚才我读灵命之良的时候, 刚刚好配合早上到我的头脑, 的聪明之智会说, 今天要讲的话, 所以因为灵命之良昨晚收到, 我眼睛已经很不能够张开了, 所以我没有读到刚才才读, 感谢赞美就是配合神给我们的信息, 好, 接下来我就大家看图片, 今天呢, 最后那边, 我先讲最后为什么, 我没好一阵子了, 我跟神说神啊, 我们的conclusion是什么啊, 今天的信息后面, 一个总结局是什么, 好, 总结局真的神给我们看到两个意象, 第一就看到一个杯子, 很漂亮的杯子, 然后它上面的周围是一圈这样, 是非常浅紫色的, 然后这个杯子的手把, 手把那边也是一样的颜色, 是浅紫色, 紫色甚至很浅的, 很漂亮的一个杯, 然后是很近很近我的, 就整个画面都是这个杯子了, 就是很近很近, 然后呢, 突然间, 我的灵里面在讲话, 讲什么呢, 时间搞了, 是讲厦门话, 一个方言, 讲时间到了, 然后我才发现, 哎, 怎么我听到我自己的声音在讲, 时间搞了, 时间到了, 然后在我的前面就看到一个非常漂亮, 年轻, 可以讲二十, 二十几岁的一个女孩子, 女女生, 她在前面, 在我前面, 然后看到她是在那个, 好像我们厨房那个火炉那边, 火炉上面不是有一个时钟吗, 她就站在那边, 然后她就看那个时钟, 她站在这个火炉的右边, 然后她看那个时钟, 看了时钟呢, 她就看着我, 看着我, 看着我, 她就点头, 就点头说, 是啊, 时间要到, 时间到了, 那我明天再讲多一点, 关于我看到她的情景, 好, 接下来, 因为时间的关系, 还有明天, 因为这边画不了那个照片, 明天才画, 好, 那大家看第一, 就是讲时间到了, 时间要到了, 我们真的到最后, 我一直看到最后的手指, 一直看到最后的手指, 好, 大家看图片第一那边, 我就看到圣灵的手, 圣灵的手, 它是, 就是right hand, right hand就是右手, 然后大拇指比较跟, 再过来就三个手指, 然后有最后个手指, 最后的手指的指甲, 跟大拇指的指甲, 是踩着这个红色的, ok, 有一点珠缸色的, 红色的, 那是跟我, 我们讲是, 就讲到大拇指, 加另外三个手指, 就是八, 然后讲, 最后一个手指, 是讲最后的八天了, 然后再过来, 又有一个手指, 是很大的手指, 很大的手指是讲最后啦, 最后, 好, 接下来, 我那边画的, 就是今天好一阵子就看到天门开了, 阿爸父看下来, 主耶稣看下来, 因为我很常这样, 不是说很常啦, 就是说我会震的, 然后天空上都有那些天使掌, 天使掌他们也在亮亮亮这样, 在天空上, 所以我也, 怎样讲啦, 我认为那时候, 我认为说阿爸父看, 历历还好啦, 历历还好, OK, 其实神一直给我很大的安慰, 因为我得罪了上帝, 前天我真的心里很难过, 前天嘛, 是25号那一天, 这边25号, 好, 接下来我就看到, 主耶稣吧, 主耶稣的最后的三个手指, 最后的三个, 然后给我聪明之位就是说, 拉, 拉, 叫我拉, 好, 之后就看到主耶稣的手指是right side, 就是右边, 右边大拇指, 然后又第一个手指指上去, 那给我聪明之位就是说, 这个背提就是恩典, OK, 背提就是恩典, 好, 然后当然这个也形成一个V, V就是胜利, 就是胜利, 而且是叫做背提就是恩典, 恩典的背提, 好, 接下来我就看到什么, 看到一个长方形这样, 上面写就s, 下面写就s, 然后有这个青色的道路这样, 这样就天, 走上天这样, 那神给我聪明之位, 圣灵给我聪明之位就是Ladder of salvation to heavenly court, 就是这个楼梯是上去的, 上去的后来给我知道这个s, 什么s就是也可以代表servation就是救恩, 4呢也是代表天庭, 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就是刚才我在下面那边突然间给我聪明之位, s呢也可以代表星期六或者是星期日, 在这边我相信是星期六, 星期六的话, 这个星期六的话就是, 星期六对呀, 星期六就是六月一号, 六月一号大家可以看下面那个时钟的图片, 六月一号就是星期六, 星期六的话在家四天的话就在家四星期六就是六月一号, 大家四天就是六月五号了, 这是我们等候的一天, 大概东方有可能到六月六号就是等就是了, 如果到时候什么情况可以跟大家讲, 但是我相信这一次真的因为一直是出最后的手指吧, 还听到声音讲说时间到了, 还有这个这位年轻人漂亮的女孩子说对对对啊, 接下来我就看到主耶稣在哪里, 在那个产地, 大家知道产地吗, 产地外面的他的头上那边看到天空, 产地他很开心很开心笑作啊, 我是看他的侧面, 侧面他的right side那边, right side那边看到他很开心, 为什么, 因为他的新娘要回家, 要来接新娘回家了, 然后下面有摆设一篇小像那个video这样, 下面有一个cross, 这叫advertisement, 通常这个video它会出现, 长方心下面有一个cross这样, 他差不多这样啊, 当时我没有画, 因为我没有100%肯定, 我就不敢画了, 当时有看到一清二楚, 看到主耶稣笑得很可爱, 被主耶稣都笑迷住了, 三天就一起大了, 对不起啊, 然后呢, 第五那边就看到, 这个画面呢, 是之前有看到的, 就是一个, 因为女生在街上走, OK, 街上走, 其实这个女生那时候是代表我, 在街上走, 走走走, 那整个画面就彩着粉红色, 那神给我聪明智慧, 就是说我们进入这个喜乐的时间, 我们在这个爱以及喜乐的街走着, 其实刚后来我才记得有个joy, 因为六啊, 六就是也是粉红色的, 所以我们现在在这头街, 什么街呢, 这条路上什么路呢, 这个爱的路上, 在一个喜乐的路上走, OK,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新娘要等候新郎来了, 你可以想象到, 十个位新娘, 在等候新郎来, OK, 就很开心在等, 等到很开心, 对不对, OK, 因为真的要回家了, 当然, 希望我们当中没有愚昧, 没有愚昧, 就是没有foolish的新娘, 好不好, 感谢, 从不都是聪明的新娘, 接下来, 我看到一个杯子, 真的像我每天喝咖啡那个杯子, 然后这个杯子, 突然间那个咖啡就下来, OK, 下来, 然后到一个level, 它就停着, 然后里面有一个小茶池, 给小茶池, 然后看到圣灵的手, 怎样他圣灵的手, 拿这个那个小茶池就, 就抓了两千, 抓了两千, 我说神老师还要等两千, 但我相信说, 我们是在最后的两千啦, 最后的两千, 不可以再等两千, OK, 如果再等两千, 有可能到十六号, 六月十六号, 我希望不是啦, 大家相信, 就是要回家啦, 我真的一想再等一等, 我真的崩溃啦, OK, 当时崩溃还是要活下去, 对不对, OK, 人生就是这样, 要跟着主耶稣, 仅仅跟着主耶稣, 不可以放弃, 要记着主耶稣, 多么辛苦啦, OK, 走过来, 我们的上帝也是, 第七那边看到, 一在上面, 下面是六, 就是十六, 一上面, 下面是六, 一是代表什么呢, 然后给我知道, 一是代表上帝, 六就是代表喜乐, OK, 就是说上帝很喜乐, 很开心啦, 上帝很开心了, OK, 主耶稣很开心, 记着两个星期前, 看到主耶稣的脸是, 怎样讲, 就很痛苦的那样, 对不对, 很痛苦的那样, 但是现在他喜乐开心啦, 因为大家都努力啊, OK, 有时候是因为他看到我们, 大概看到我们憔悴的时候, 他就, 他就伤心啦, 也忧愁啦, 上帝有感觉的, 他的感觉, 他的feeling比我们更深, 感谢咱们就, 好, 就看到上帝的手, OK, 手指着大拇指跟他的, 就是像话这样, 一只手, 然后指着, 好, 好, 就是大家做的棒, OK, 大家继续努力, 当时我看到呢, 就是上帝的手, 迎着手的迎着, 迎着shadow, OK, shadow, 好, 第八那边, 是很大的画面, 第八那边就看到谁, 看到这个passport, passport呢, 我不鼓励大家, 因为往往他是怎样讲, 就是很做, 很像, 这些美国的政府这样思想, 这种思想, 当时为什么神一直给我看到, 这一次是地上, 现在给我听听了, 为什么地, 听听我在讲说, 他的思想像那个西方国家, 这些西方人的思想就是, 我不要讲太多, 那为什么神上次叫我, 现在到我头脑, 就是叫我为他祷告, 为他祷告, 我就有怀疑, 为什么上帝上次了叫我, OK, 现在到我的头脑, 是叫我替他祷告, 大家为他祷告, 他的名字比, 叫做Pastor Paul Bengley, 他对主很有爱心, 就一直在YouTube里面, 他那里面, 传福音的哪一种, 很多人听着他的信息, 但是很多信息都是, 我可以讲说, 就是支持西方的政府, 这样就使世界更糟糕了, 但是他当然他不知道, 他觉得他做得很对了, 但是他常常就是讲到, 这个天灾地乱的, 现在发生的事情, 这几节也是, 有一个我看到就是, Super Volcano Destroy Rome, 就是麦克罗兰德沃, 麦克罗兰德沃是美国的精光, 里面的, 但是他不讲他真正的名字, 他也没有出现, 因为他还是在美国政府里面, 做精光, 他不能够, 但是他是因为虔诚的基督徒, 所以他不能够出面, 但是他有这个, 这个Pastor Paul联络, 为什么呢, 很多年前, 他上帝神给这个, 麦克罗兰德沃给他做一个梦, 梦中有看到这个Pastor Paul, 所以他就要, 这样, 精神的话, 就继续以这个Pastor Paul联络, 那Pastor Paul, 好像一个星期一次叫他来点, 现在这个, 5波的力量, 还有他就有一些很重要的信息, 就跟大家讲, 好, 就是讲今天, 昨天的最近的信息, 就是在罗马, 罗马地下, 罗马地下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火山, 这个火山爆发的话, 因为罗马是近海的嘛, 一爆发的影响整个世界了, OK, 影响整个世界, 但这个火山呢, 比这个什么叫做, Yellowstone, 在美国的Yellowstone更厉害哦, 这个随时会爆发了, 还有一个就是说, 最近大家, 有没有看新闻, 就是很多天灾地乱啊, 今天还是昨天, 不是在南美洲, Peru那边, 有一个地震8.0的地震, 很大的地震, 好, 接下来我就, 你可以进去看一些令, 当时我不鼓励大家, 看多一点关于通常那边, 当时要记得, 为Pastor Paul Bankley祷告, 说他怎样讲, 能够不要, 就是真正的为神做工啊, 就是他传的信息, 是从神而来的, 好, 第九那边, 就是看到这个Typewriter, 这三次也是看不到Pastor, 那上前几天看到, 是圆形的牛扣, 当时呢, 今天看的好像是棒圆形这样, 那天看到是25号, 看到是圆形的, 指做6跟7, 然后今天看到的是圣灵的一个手指, 指做这个orange color, 橙色的那个牛扣, 然后再过来是青色, OK, 那之前是看到6, 6, 然后7, 可以当时相对的话, 就是6呢, 就是这个橙色, 7呢, 就是橙色, 7也是代表神圣的完成了, 橙色的王神就是青色就回家, 然后橙色呢, 就是在等候, 但是在这等候当中, 我们要充满着喜乐与爱, 接下来就看到, 那时候我一直问神圣, 我为什么会看到166呢, 是什么意思呢, 然后我就看到, 应该是主的手, 主耶稣的手, 那他的手呢, 哪一只手啊, 哪一只手啊, 是right hand, right hand, 右手, 然后大拇指向着, 这个上个手指那边形成一个零, 然后最后一个手指向上, ok, 向上, 就讲最后, 最后, 对啊, 也是最后的八天啊, 对不对, 也是最后的八天啊, 就讲最后的八天啊, 然后里面有一个洞, 就一最后的八天啊, 就到零了, 对啊, ok, 好, 那也是讲最后一个一圈了, 接下来, 这个呢, 一直在问, 为什么十六十六, 那神姐, 我聪明智慧, 大家回去, 呃, 四月二十六号的时候, 我有看到两个很重要的印象, 就一个写着, 上次整个画面上次大大的, 然后石又大大的, 背后是, 呃, 珠缸的颜色, 那个粉红色, 呃, 是红色的啊, 颜色, 那, 这一定很重要, 很重要, 所以我就做一点功课了啊, 还有前几天看到十六, 然后一画下来写着三, 然后旁边又写着六, 六就是喜乐啊, 就是喜乐, 也可以说是六月, 好, 那我们做一点功课啊, 旁边有没有看到这个十钟, 呃, 很下面那边一个十钟啊, 旁边那边, ok, 我们就从4月26号看到异象的哪一天算起啊, ok, 那一天算起十天的话就到五月六号, 五月六号再加十天的话就是五月十六号, 五月十六号再加十天的话就是五月二十六号, 五月二十六号再加十天的话就是六月五号, ok, 全部几个十啊, 上次再加十是四十, 对不对, ok, 所以我相信我们现在是进入粉红色, 就是红色了, 所以之前也看到粉红色红色了, ok, 所以, 啊, 就是相信我们现在是真的最后了, 接下来大家看上面那边, 啊, 上面那边, 我希望这个WhatsApp还好, 已经超过三十分钟, 三十二了, 好, 就大家参考一下, 呃, 欧洲那边有这个选举, 这个是感谢主真的很感恩, 真的, 啊, 这个, 希望这个, 呃, 受系统不成功, 哈, 好, 接下来, 呃, 我忘记写号码, 就是一个水龙头, 然后它水不是很多了, 剩下一点了, 就留下来, 哈, 之后呢, 我有看到粉红色跟青色, 大家可以看图片, 粉红色跟青色, 就要一画过去, 一画过去, 然后就使我想起, 上月三十一号主带我出去, 回来一个一个小时, 那个时候之后看到的一项, 就是看到这个粉红色跟青色, 一样样的颜色, 然后接下来, 有看到一个盘子, 盘子里面有两块鱼, 好像是鱼这样, 给我出名之类是鱼, 不是肉, 是鱼, 然后有一个汤匙在里面, 那是使我想起什么, 想起, 想起, 它不是圆形的, 它是比较长方形的, 想起四四, 之前一直看到四四, 对不对, 四加四就是八了, OK, 接下来的图片是这样, 我看到一个男的坐在那边, 然后他慢慢的消失, 就变成一个男的在路上大跑, 赛跑这样跑, running, 赛跑这样在跑, OK, 所以就是说我们不要一直在坐着了, 我们现在要努力一点, 不要再睡觉了, 不要吃喝玩乐了, 好不好, OK, 感谢最后那边, 我就是这样, 好上我的眼睛, 就是看下去一个瓶子, 瓶子的底端是黑色的, OK, 这个瓶子没有水了, 没有其他东西了, 这个底端就是这个黑色了, 黑色就是我们的表格, 所以我们就要回家了, 大家继续努力, 感谢上美一句, 阿们 编续司的色鬼,